大家好,这里是星光大赏,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娱乐圈里是非多,许多明星艺人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但实际上他们的人品却难以保障。 有一些男艺人充分发挥其男人本色的特质,利用工作之便对女艺人动手动脚令人不耻。 而有一些男艺人虽然没有伸出闲猪手,但所作所为比其更加恶劣。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六位失德的男艺人吧。 1.谭永林 1974年,事业成功的谭永林眼看小自己三岁的发小,曾志伟娶了美丽动人的王美华,内心有点不平衡。 于是在一次演出中,谭永林认识了歌迷杨洁威。 在谭永林的友谊接近之下,两人很快就开始谈起了恋爱。 杨洁威当时的工作是一名美容顾问,但在和谭永林谈恋爱之后,为了两人的爱情,他干脆辞掉工作,做起了谭永林的全职助手。 不但如此,杨洁威还自学了舞蹈设计等技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谭永林身上,专心为谭永林发展事业。 只不过,那个时候的谭永林事业正处于上升期,而且他又是偶像乐队,因此两人的恋情并不能对外公布。 对外,杨洁威只能当谭永林的私人助理以及形象设计师。 对此,杨洁威也是毫无怨言。 在恋爱了七年之后,谭永林与女友杨洁威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秘密结婚。 1991年,41岁的谭永林登上央视春晚,火遍整个东南亚,但他遗憾的是还没有孩子。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认识了只有19岁的朱永廷。 这个时候的朱永廷还没有大学毕业,他是张国荣的粉丝,但是对于谭永林也不排斥。 于是,两人就有了秘密联系,后来朱永廷还成为了谭永林的秘密情人。 1993年,杨洁威的父亲去世,杨母对谭永林说道, 我女儿跟你那么久了,你都没有公开,现在必须以女婿的名义为岳父在报纸上登复告。 就这样,谭永林和杨洁威19年的感情被曝光,而且为了维护谭永林的形象, 杨洁威还主动表示,两人的感情之所以隐藏这么久,是因为自己的原因与谭永林无关。 但谁知道,1995年23岁的朱永廷怀孕了。 虽然谭永林向杨洁威坦白了,但哪个女人能够承受这样的事情? 为了让杨洁威安心,谭永林不得不将家里的财政大权交给妻子。 但谁知道,后来这些消息还是被媒体报道出来了。 谭永林保持一贯的作风,没有回应,这一隐瞒就是十年。 直到2006年,谭永林的父亲谭江博去世。 为了完成父亲让孙子认祖归宗的事情,他主动到电台爆料此事。 对于这件事,谭永林表示是因为杨洁威给不了他想要的, 他是为了给父亲留后代一不小心和朱永廷在一起的。 后来还有媒体爆料杨洁威剃度出家,只不过被谭永林给否认了。 至于他们一家人的关系究竟如何,可能也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2.钱小豪 我13岁离开老家,16岁当男主角,拍过不少电影。 到今天,我只能说一切都是为了生活。 钱小豪曾这样说道, 16岁的钱小豪或许没有想到,年少成名的他最后却因群体春光败送了自己的一世英明。 2000年,钱小豪的偷拍丑闻燃爆了整个香港娱乐圈。 那一年夏天,于商场门口,一长发男子手拿蹄带尾随一亮丽的年轻女性顾客。 购物时,这名男子一直鬼鬼祟祟地跟在女子身后, 将手提带放在女子身下。 当女子去结账时,保安发现一名男子正在女子的身后将手提带在女子群底放了两秒。 30秒后,又拿着手提带放了两秒,随后立刻和令调查。 这一查,查出了震惊整个香港娱乐圈的新闻。 这名男子正是钱小豪。 钱小豪的手提带上有一个小孔,而手提带里正是一部已经开启的摄像机。 摄像机里的龌龊画面不堪入目,钱小豪立刻就被警方所逮捕, 而受害者也将钱小豪告上法庭。 事件一时,娱乐圈中好多大佬和业界明星都力挺钱小豪。 但是当法官将摄像机拿出来,发现那里面有30多个受害人后, 钱小豪不得不认罪了。 最后,钱小豪几经运作,用5000港币保释外出, 并签署两年保守协议免了牢狱之灾。 虽免去坐牢,但是钱小豪的星途也彻底成了一个泡影。 从那开始,钱小豪也从主演变成了配角, 配角又变成了龙套,再后来也没人找他拍戏了。 这样过了十年后,钱小豪才拍了一部《僵尸》又回到了大众的视线。 现在随着网络电影的出现,钱小豪也能主演几部网络电影, 也沾了英书的光,基本上都是僵尸题材。 现在钱小豪也算是平稳地把日子过了大半了。 3. 曾志伟 曾志伟作为港圈大佬级人物,一直过着声色犬马的生活。 尽管身边美女环绕,但曾志伟却还行不够。 在节目中,曾志伟在舞台上当众伸手去摸女演员的身体, 表情十分的荡漾,引人不适。 早在2008年时,曾志伟就有过酒后失德的行为。 当时正式节目录制休息时间,台上站着几十位香港娱乐圈明星。 曾志伟身为大佬级人物,竟然在舞台上当众发酒疯。 他试图去除女演员邱凯敏的裤子。 邱凯敏防不胜防,被曾志伟追着满场乱跑。 就在危机关头,曾华欠挺身而出,试图制止曾志伟的不雅行为。 曾志伟非但不理,并且还越来越起劲。 他直接抓住邱凯敏,导致邱凯敏春光大泄。 邱凯敏这边裤子还没提上,曾志伟又要顾忌重施,去脱曾华欠的裤子。 曾华欠直接一个巴掌扇过去,还把港圈大姐大汪明泉的名号搬了出来。 曾志伟还没被这一耳光喝退,反而被汪明泉这三个字喊清醒了。 当着舞台上众多明星的面,曾志伟只能尴尬地为自己开脱,称自己只是在开玩笑。 曾华欠见他这么说,冷冷一笑,说了一句,我也是在开玩笑。 台上明星连忙解围,尴尬的场面,这才翻篇。 4.成龙 成龙在娱乐圈中属于老油条的大佬了。 虽然演技和武打片都让人称赞,但是行为举止方面还是很欠缺。 成龙和丽志合作的双龙会中有一段按摩戏份,丽志被成龙摸遍全身,两只手直接摸向丽志的大腿。 虽然是拍摄效果,但还是让丽志吃了一惊。 在帮丽志摆放身体位置时,成龙再次用手摸向丽志的身体。 明明可以扶肩膀却做出这样的举动,丽志也很无奈。 当时有人说就是演完这部剧,丽志觉得不被尊重,被港圈排斥才宣布吸引退出娱乐圈。 成龙和范冰冰的亲密照更是数不胜数,但能看出范冰冰还是有些排斥。 当成龙正面拥抱时,范冰冰用手去拉成龙的手,但无济于事。 为了保持安全距离,范冰冰一面笑着避免尴尬,一面用手拉住成龙的胳膊。 但成龙似乎是活跃过度,一个劲往范冰冰身上凑,不是揉,就是从身后抱。 公开场合这样做,确实不稳妥。 成龙和景田在发布会上也出现了很多亲密行为。 成龙帮景田捂裙子,惹得一边的刘烈全程盯着看。 可能是觉得成龙太过热情。 而反观刘烈,即使和女生跨着,也把手掌按到了自己的腿上,溃然不动。 再看成龙确实热情过度,一会儿拉着景田,一会儿搂着肩膀。 成龙之前还对万人迷吓过手,直接从身后抱住成豪,吓得成豪表情都不自然了。 但又不好说什么,其实这样的行为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面对欧阳娜娜,成龙都会趴在耳边说话。 这样的行为可能是为了增进双方关系。 但是行为举止确实过了安全距离,在公众平台放大后确实令人不适。 5.陈浩民 马德忠 2011年,19岁的香港女明星陈嘉环跑来内地拍戏。 拍完戏后,她与几名同为香港籍的演员一起吃饭。 这顿饭还没消化完,陈嘉环就报警,称自己遭到了男明星陈浩民、马德忠的骚扰。 而起因就是因为陈浩民趁着自己出名后有些飘了,和洪天明、马德忠到横店吃烧烤。 三人在席间喝得醉醺醺的,陈浩民趁着醉意对新人女星陈嘉环伸出咸猪手。 其余两人看到这样的场景无动于衷,并不准备帮忙。 陈浩民对女生又亲又抱的过程恰好被记者拍到,并抵时间公开。 随着照片曝光,马德忠莫名神隐,独留陈浩民瞬间沦为众矢之地。 从照片中可以看出,陈浩民全然不顾自己已婚的身份,和正在哺乳期的妻子。 在席间对陈嘉环上下起手,动手动脚,从吻到摸,再到强行捂住陈嘉环的嘴, 对其进行进一步的骚扰,整个过程中陈嘉环的表情一直十分痛苦。 而陈浩民却依旧不管不顾,继续对其实施恶行。 有了照片作为铁证,陈浩民骚扰女演员的行为板上钉钉。 陈浩民连发两条微博都拒不认错,只说自己是太好客,行为有些夸张。 但他的说辞并没有得到认可。 王金和阿娇都发声斥责陈浩民的行为,阿娇还表示,这已经不是陈浩民第一次施展贤猪手了。 阿娇曾经与陈浩民合作拍戏时,陈浩民半夜只穿一条内裤,试图强闯阿娇的房间。 阿娇言辞拒绝后,陈浩民恃不罢休。 在走廊里喊了半天,才被经纪人拉走。 所以当阿娇看到陈浩民也遭到陈浩民的骚扰,立马就站了出来支持陈浩民。 眼看舆论爆发,陈浩民迫不得已,只能带着临产的妻子站到镜头面前道歉。 当时,蒋丽莎正怀孕,被陈浩民拉着陪礼道歉,夫妻俩在记者会上哭得痛哭流涕。 明明是男方犯错,蒋丽莎还要帮忙道歉,确实惨。 事后,陈家回心软,放弃了诉讼,陈浩民才逃过了网友的攻击。 不过,此事后,陈浩民低调了很多。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再评论区告诉我, 你还想知道的明星,我们下期再会咯。